大家好,我是阿猪 这几天呢,我发现了一个最新的造假片数开始大量出现 主要是出现在比如照片、人员高、灌篮类的佛牌上 或者是一些品相不好的佛牌上面 这种片数呢,就是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的那种做纺织卡的佛牌 但是之前呢,他们主要是做夹牌夹卡来骗一骗新手 直到最近,我看到了很多带夹卡的高仿派出现在了市面上 这种夹卡呢,是你可以去官网查询序列号的 他们就利用了官网查询的这个点 比如某高端的S卡 找到做卡的人可以1比1的复刻 然后呢,再找一些本来就真假难辨的高或者灌篮一类的圣物 还有照片一类的佛牌 对比图片呢,你可以发现它是很类似的 搜索序列号也会有结果 但是牌和卡都是假的 你只是看起来感觉它们很像 然后最近呢,还有很多朋友问我踏帕赞卡 这家的卡呢,我一直都觉得比S卡还要水 很多其他机构都无法开卡的派 在这里都是大量的出现 完全像是被他们家垄断了一样 比如像龙婆爽 然后某些阿赞的狐仙 鹰牌这些 都会在这家机构出现 监定卡 最近呢,我更是听说有传言 说他们家出现了远程出卡的操作 你甚至不用把牌寄到现场 或者拿到现场去鉴定 就可以直接远程的开出联网鉴定卡来 但是我还没有时间去亲自验证 等过几天 我详细的验证了之后 再给大家做视频分享 如果真的有这种操作的话 那我想踏帕赞卡 应该可以直接被大家淘汰了 对于今天讲的这种复制卡呢 我再举个例子 之前一直让大家小心龙婆多的小圆腑壁打 比如我用这张卡去复制 然后套在后面的这些佛牌上 大家可以去官网查询序列号 可以出结果 看到网站上的图片呢 也和手里的佛牌类似 你可能不会太多的怀疑它 但是在这里呢 你就又被多赚了700泰铢的开卡费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尽量小心 比如像是人员高 人员旅游 照片一类的这种可复制的牌 它的鉴定卡就更容易被复制 还有像是老的牌 粉牌 你多花些精力 甚至可以找那些专业的修牌的人去造假 真假非常难辨 品相不好的那些金属牌 静定点呢 也都基本上都磨损了 简陋 还是需要非常非常地谨慎 天上真的不会掉馅饼 遇到比市场价格便宜的佛牌 还是要多个心眼 看来我们频道 鉴定 鉴定卡真假的业务 可以提上日程了 那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迷信鉴定卡 实在拿不准的牌呢 就不要请就好 我也会继续多做一些简单鉴定点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骗 那马上呢 就是新年了 祝大家2023年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呢 事事顺利 平安健康 这里是多看佛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